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的事业家业要好好经营 让父母能够安心 那刚刚也提到 这个行业应该要选择自己适合的 然后尽心尽力去发展 绝对也不能浩高物源 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代当中 常常都想快速自负 其实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所以当有这种很想要快速自负的念头 所谓欲速 折不达 往往在他换工作当中 其实他的心非常的躁动 一个人心躁动的时候 会不会选对抉择 很困难 当他换了工作 很可能会让父母 又开始担心了 再来 他每换一个工作 事实上对他的社会信用 都是一种影响 所以本来经营好的一些人脉 他这么一动 比方说 开医院 他是这个医院很有名的医师 虽然来看他的 来给他看的病人很多 可是我们要想一想 不只是因为我们医术好 而是医院有很好的长官在带领 有些这些董事会 才成就了我们这一个工作机会 我们也要念着 在这一个医院 已经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之内 都是这么多人 成就了我们工作的稳定 所以不能只想到 自己很不错 要有大发展 然后马上就在 本来的医院对面又开一家 自己来做老板 这样的做法 很有可能会失去什么 人和 又有可能还带着其他的同事 一起出去开 所以我们做人要稳扎 稳打 不可躁动 而且好聚 更重要的 好散 假如没有好散 这一些怨气都将阻碍你往后 事业的发展 所以当我们稳扎稳打 让这些机会水到渠成 而生命当中的财富 绝对不是啊 你去争 可以争得到的 俗话说啊 命理有时 终须有 命理无时 莫强求 要怎么收获啊 最重要先 怎么栽 我们在前几节课也有提到 真正财富的 真因啊 是要多行 不失 多啊 为这个社会付出 自然财不失啊 就能够得到财富 所以像香港的首富 李嘉诚 他每一年捐的款项啊 那都是非常的大 我曾经到汕头去演讲 他是汕头人 他们都是捐很多公共设施啊 回馈乡里 所以我们面对工作 也要稳扎稳打去经营 不可好高物源 不可太躁动 好 因为啊 我们一动啊 就会牵动整个你身旁的亲友 所以我们做事越稳健 就是让他们越安心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 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子道亏 物虽小 物思常 狗思常 亲心伤 好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子道亏 其实啊 很多的大善 都是从小善做起 很多的大恶 也是从小恶积累上来 所以刘备给他的孩子 有一句很重要的勉励 物以善小 而不为 物以恶小 而为之 所以孩子在家庭当中的 一言一行 你都不能苟且 太随便了 往后出去啊 就会有 犯大过失的可能性 当然 要让孩子 物善为 首先我们 家长 要物善为 所以要先 当榜样 给孩子看 比方说 那个 在看电视的时候 能不能把脚 抬到桌上 虽然是一件小事啊 给孩子的 就是很随便的 示范 比方说 开车出去 记得啊 我们在深圳 有一个老师 那一天他刚好 带着一个小朋友 五岁多 那一边开着车 刚好遇到红绿灯 他就停下来 这个小朋友 看到老师停下来 就跟他说 老师 你不用停了 你直接要 开过来 然后再转过来 从哪里写的 他妈妈是警察 所以呢 事虽小 物善为 所以这位老师啊 听了以后呢 也很有敏感度 这个一定要赶快 跟家长怎么样 沟通 你孩子还没建立 对错的判断 我们都做错误的示范 那还得了 所以呢 这个老师呢 讲话也很有艺术 打过去就跟 他的老家长说 他说 你的儿子啊 今天教我开车 教我开车 他妈妈 马上就笑出来了 我自己心里怎么样 有数 所以这位朋友 我们为人长辈啊 不能知错 还犯错 这样就很不好 所以从很多细节之处 我们要有敏感度 要给孩子当榜 当你有这样的态度啊 保证你会突然 觉得自己的德行学问啊 也在与日啊 俱增 对于孩子 有很多的事啊 我们要多多叮咛 尤其在安全方面 只要这一些动作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一定要 多多提醒 而且有时候还不能只提醒一次 还要不厌其反 哪一些方面要提醒 诸位爸爸妈妈 哪一些方面要提醒 过马路 这个也 一来是安全 二来也是守规矩的态度 所以 只要 是安全问题 或守规矩问题 绝对啊 要去遵守 像 常常 寒暑假 期间啊 都会发生一些 意外 小孩子玩鞭炮 造成火灾 小孩子相约 去游泳 又没有出壁固 反壁面 所以往往啊 老祖宗说 乐 不可及啊 乐及 生悲啊 所以这一些要从小叮咛 所以孩子假如常常这样叮咛 他对于安全的敏感度啊 就特别高 比方说在端热水的时候 你这样让他小心一点 这样就能减少很多啊 意外的 发生 好 那除了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之外 也要提醒孩子 只要对别人会造成危险的动作啊 绝对 不能做 当他有这样的态度啊 他就会时时观照到 我的一言一行 有没有造成别人的伤害 所以我记得 有一次看到一篇报道 一个孩子因为 好玩啊 他的同学要坐这椅子 他马上把椅子啊 拉开 他的同学啊 没有注意到 直接就坐下去 脊椎 这些着地啊 很严重 造成 终身 瘫痪 终身瘫痪 那借由这个例子啊 我们会 机会教育 就告诉学生 你看 一个小小的动作 造成别人 这么大的痛苦 几个人痛苦 你看这位同学 他不知道要 多少 数十年的岁月 要在床上 熬过 小朋友 你自己去躺看看 给你躺三天啊 你就全身啊 不舒服 不只他要痛苦 还有人比他 更痛苦 他的父母 看到一个孩子 养了十多岁的 居然变成这个样子 每一次看啊 相信 都是一种 煎熬 所以对父母 也是一生的 伤害 一个人不止 父母会关心他 他所有这些 疼惜他的亲友啊 都会非常的 伤心啊 所以诸位小朋友 你看一个小的动作 就造成了 这么多人的痛苦 这种事啊 绝对 不能做 所以 事虽小 物善为 这是安全 方面的问题 那在 规矩方面 我们也要告诉孩子 要守规矩 事虽小 事虽小 物善为 不可以 随便啊 丢垃圾 丢垃圾 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啊 小小的事情 但是当丢垃圾 已经成为习惯了 那将啊 不只是丢家里的脸 还有可能会丢国家的脸 所以 曾经也听过 爬山的时候 假如你不知道路怎么爬 怎么爬 跟着这个垃圾的地方爬 看起来是方便 我们往更深去想 那是人 行为的悲哀 不止没有羞耻心 对于大自然 也不懂得 爱护 几千年的中国人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 几千年的中国人 接受圣贤教会啊 天为父啊 地为母啊 要爱惜这一片 掌扬我们的大地厚厨 所以 纵使是丢垃圾啊 也不可以善为 在网络当中啊 曾经报道过三个 新闻 在网络上 第一个 在美国的珍珠港 美国的珍珠港 他的垃圾桶上面 都会写一行中国字 珍珠港是 讲英文吧 上面写着 请把垃圾 丢在此 丢在此 写给谁看啊 第二个 在泰国的皇宫 也都是国际性的 旅游重点啊 在厕所上面呢 也写了一行字 辩后请冲册 也是用中国字写的 写给谁看 写给中国人看 在 巴黎的圣母殿 也写了一行中国字 请勿大声啊 喧哗 这些都是小事哦 一个是讲话 一个是冲厕所 一个是丢垃圾 三件小事 已经形成 一个大事 什么大事啊 中国人的脸 已经被这些小动作 丢到 全世界去了 那我们跟小孩子 讲这一件事啊 小孩会说 老师 把他擦掉 我说 怎么擦 一个人 你做错事 人家要讲你 你把他的嘴巴 污住了 人家就不讲了吗 你污得住 一个人的嘴 污得住 全部人的嘴吗 不可能 我们要感到 羞耻 不能啊 丢自己国家的脸 从自己 好好开始 做起 不要乱丢垃圾 处处啊 维护公共卫生 公共安宁 各位朋友 我们再思考一下 你去过泰国皇宫吗 你们都这么有福报 都去过 你去过法国 巴黎吗 我相信啊 大半的中国人 都没去过 能去的 都是哪一些 中国人 留学生 很有财富的人 社会地位都不差的 有没有看过一个 乡下的农夫去 法国圣母 很少吧 所以通通是 社会有地位 又是高学历的人 做出来的行为 居然是连 生活的规范 都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也透露了 学历不代表教养 学历不代表 学会做人 而教育啊 最重要的 就是要教导一个人 做人 做事的正确 态度在世 所以学校里面 假如没有办法教这个 更重要的 家庭教育啊 要先把基础怎么样 扎好 才是 其实学校的老师 都很尽心尽力 在教了 但是因为他们一个人啊 要面对啊 几十个孩子 确实不容易 唯有啊 家长非常积极 跟老师多配合 孩子的生活行为 就很容易啊 循规啊 导居 好 所以 在安全方面 在规矩方面 都要谨记啊 事虽小 物善为 假如做了 狗善为 就止到亏 刚刚啊 我们当炎黄子孙的 这个 职责啊 也是亏损 小时候啊 特别怕 别人 对我们说 你这个行为啊 真没家教 往往听到真没家教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 马上会怎么样 变得很收敛 因为 因为生怕 自己的行为 让父母啊 蒙羞了 生有伤 宜亲羞啊 得有伤 不 生有伤 宜亲忧啊 得有伤 就宜亲羞 所以羞耻心 对一个人 非常重要 我们看下一句 物虽小 物失常 狗失常 亲心伤 小孩子啊 他还没有建立 是非判断的时候 有时候啊 会随手怎么样 拿东西啊 他有时候是觉得 好玩 所以做父母的养育孩子 确确实实 要多用心 因为孩子做一些 不好的行为啊 会马上表现在哪里 脸上 他会心虚 有位母亲 刚好察觉啊 今天孩子 回来的 脸色不大一样 他就去啊 翻翻他的书包 结果发现啊 里面有几颗苹果 奇怪 怎么会有几颗苹果 马上呢 问自己的孩子 当然 孩子可能呢 一下子呢 觉得反应不过来 也很紧张 就吱吱呜呜的 后来就招了 跟几位同学经过 水果店啊 顺手啊 就拿了 其实他不见得是要吃啊 是几个同学 一窝蜂啊 那个气氛啊 让他觉得好玩 所以这位母亲啊 二话不说啊 马上啊 带着这个孩子啊 到水果店去 到的时候啊 先跟老板啊 举一个工 然后跟他道歉 那老板还在忙啊 哎呦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的孩子啊 拿了几颗苹果 这个老板还觉得 哎呦 没啥关系 妈妈呢 就把钱啊 付给他 然后呢 要求他的孩子 要跟老板道歉 当他是第一次犯错啊 你马上制止他 他会终身啊 记住 不会再犯 当他看到母亲啊 在跟人家鞠躬陪礼啊 其实这个孩子内心会怎么样 觉得很惭愧啊 所以我们母亲的身教啊 去唤醒孩子的惭愧羞耻之心 所以孩子不可能不犯错 但是只要他犯错 我们能事实的指导他 反而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 另外有一位妈妈 她到孩子 她带孩子去书局逛 逛了以后 因为很多的日记本啊 都会附有一只小小的钥匙 她的孩子啊 就拿着钥匙 后来母亲出去以后发现 哎哟 还给人家拿了个小钥匙 就拿回去啊 就拿回去啊 要还给 这个收银台的小姐 收银台小姐说 哎哟 这个拿回去也不知道装在哪里 就送给你吧 那时候妈妈也不以为意啊 就拿回去 后来小孩上学 他就突然察觉到孩子会顺手啊 拿同学的一些小东西回来 所以孩子还没有是非判断的时候 他一做错误的动作 你不纠正他 他有可能以后啊 会习以为常 所以当父母的 在孩子五六岁以前 多付出 谨慎教导啊 相信这一些 是非好坏 会扎得很稳固 所以古代的母亲啊 都谨记啊 要教诲孩子 一瓜一果之福贪 一瓜一果啊 都不能贪 一失一好之不苟 绝对不能有贪小便宜的行为 让孩子去养成 所以俗话说 小时脱针啊 大时 可能就脱金啊 教导孩子 物虽小 物失常 不可以拿人家的东西 长久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因为他贪啊 到最后 很可能想要的东西 他就会不择手段 去偷 去讲 所以养孩子的不贪 在他往后啊 是养他连结 之心 这个连结 非常重要 我们古代说 举笑 连 为什么用笑跟连啊 来衡量一个人 能不能替国家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 笑 得之本 所以做人的本在笑 连呢 做事之本 所以有连结的时候 他在办事当中 才不会 图谋自己的 私利 才能大功 无私 把事办好 所以做人做事的根本 就在笑 跟连 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啊 好跟不好 从哪里看 从连不连结 所以连 就是政治的根本 所以我们今天 假如看到 这个从政的人 不连结啊 那这个国家 人民生活起来 就很辛苦 那现在社会啊 有很多的现象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根本啊 都是教育 问题啦 所以教育已经忽略了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啊 去抱怨啊 没有用啦 所以从自己开始 从每一位家长 每一位老师 开始教孩子不贪 养他的连结之心 这样我们往后 几十年后的社会 才会越来越好 当几十年后的社会 越来越连结 越来越懂得 孝敬父母长辈啊 那我们的晚年才怎么样 才有前途可言 好 所以 每一位家长跟老师的付出啊 绝对都不会白费 好 所以物失常啊 一来是不贪 再来 有时候自己的东西啊 也不要 占为己有 就自己享受 应该懂得 付出 然后培养孩子啊 有慷慨的 一种态度 不然孩子 假如想到东西啊 通通只 希望自己吃 那他会越来啊 心胸 越狭窄 记得 刚好 有几位孩子啊 一起上课 他们是住在一起 其中一位孩子的母亲啊 拿了 几罐牛奶 来给他的孩子 那在哪里拿给他呢 是跑到 房间里面 然后告诉儿子说 这个都给你喝 很怕其他的同学怎么样 看到 那他的孩子 在喝这个牛奶的时候 也要怎么样 偷偷摸 没有错啦 这个营养 确实是给他喝下去的 但是对他 整个人格是什么影响 我相信他喝那几瓶牛奶 也不痛快 吸收状况也不好 因为要遮遮 温厌厌 所以他们的老师啊 很仔细啊 观察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啊 就跟这个小朋友说 哇 你有这么多瓶牛奶 独热热 不肉与众悦热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 你愿不愿意拿出来给大家喝 结果呢 孩子也很单纯 他说好 所以就把所有的牛奶 倒在同样一个瓶子里面 然后其他的同学都很欢喜 因为他要请大家喝牛奶 好 每一个人就到一点 就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发生了 当人很愿意付出啊 就会唤醒很多人的一种欢喜心 也会替别人着想 所以当那个牛奶要倒的太多的时候呢 这些小朋友会说 好了好了好了 其他的同学还要 好 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倒了牛奶 一起喝下去 结果啊 结果啊 这个同 因为师比寿啊 更有福 因为这几个同学要喝的时候呢 都一起说 谢谢这一位同学 所以他也很高兴 当天晚上啊 他写日记 他就提到啊 今天请大家喝牛奶 觉得啊 那一杯牛奶啊 特别香 特别好喝 刚好 他的妈妈 翻了他的日记 一看 我孩子还这么慷慨 我还觉得呢 请别人喝很欢喜 妈妈突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啊 做得不恰当 所以 财善 则人聚啊 人要有慷慨啊 才能赢得人和 人生跟事业啊 才会有所 发展 好 所以我们的慷慨 我们的不贪 都可以给孩子做 很好的榜样 在古代 有一个人 他叫杨正 汉朝的杨正 他围观啊 非常清廉 而且啊 常常会帮 国家 举一些好的人才 一起来为国服务 当时候 他在东来 做太守 就举荐了一个 读书人 叫王密 也举荐他当 仓义令 也是一个 官子 那这个人 很感谢他 所以刚好有一天啊 晚上 就带了一些 黄金啊 要去送给他 这个杨正啊 看到他要送他 黄金 就跟 他这个王密 这位朋友讲 他说 我这么理解你 还帮你 举荐你当官 你怎么这么不 理解我 还要送我黄金 结果王密就跟他说 这个没有关系 这是我一点心意 现在绝对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杨正就说 怎么会没人知道 天知啊 地知 你知 我也知 所以 一个人的品德啊 在哪里看得出来 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才能显现一个人的节操 王密听完之后 觉得很惭愧啊 就走了 那因为杨正非常的清廉 所以这个榜样啊 也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 他的孩子 丙 他的孙子 赤 他的真孙 彪啊 通通 做官都做到 三公 的位置 都是 国家的高官 所以 虽然 没有贪着 一些黄金啊 但是赢得的是什么 更大的 功德跟福分 所谓 积善之家 必有余亲 除了福报的 这个回报啊 更重要的 是德行的 榜样 所以我们 也要做孩子的 好榜样 那在 跟孩子引导啊 对于公务啊 也要爱惜 公务啊 不能拿来自己 失用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一点 曾经也遇过很多 很成功的人 他们都有提到 当初 他们的父亲 母亲 在公职上班 只要是 不是家里 不是公司的事 绝对不搭乘 公司的车 去办事 甚至于家里的电话 也不拿来 失用 非常 连结 所以 留给孩子啊 都是很深的 印象 那我会跟小朋友说 你们学校 的椅子啊 是谁买的 学校里面的 公务啊 是谁买的 小孩很单纯 他会说什么 校长买的 那我们接着问 那校长的钱啊 从哪里来的 校长的钱 当然从 他们思考 没那么快 我说校长的钱 从哪里来 他说 政府给的 那政府的钱 又从哪里来的 从纳税人 来的 那纳税人 有多少 大陆的孩子说 十三亿 没那么多啦 我说 你会纳税人吗 他说 不会 最少有 数亿的人啊 是纳税人 所以 这个学校的公务 这一张椅子 甚至于 任何一个东西 他有多少组人 数亿的组人 所以 你偷了 这个东西啊 你是欠 数亿的人 的债 所以你以后啊 做牛 做马 都怎么样 还不了 所以我们 引导孩子 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由主人 绝对不能因为自己 的喜好啊 就把他 拿走 所以物虽小 物失常 狗失常 亲心伤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 我们把他念一遍 心所怕 亲所耗 亲所耗 立位聚 父母啊 所希望我们 比方说 希望我们学业好 希望我们功课好 我们都要尽心尽力 去完成 亲所耗 但是我们要思考一点 现在的父母到底耗什么 假如父母的耗 是耗鸣 耗力 这样 对于孩子 有什么影响 什么影响 那可能孩子也耗鸣 耗力 那当他这个态度一形成 对他一生啊 会有很不好的 影响 所以当父母的 所耗啊 还要耗正确的 人生 价值观 在古代啊 楚王 很喜欢啊 那个腰很细的 女子 结果宫中的女子啊 很多都 饿死了 上所耗 底下的人就会 赢他所耗啊 所以带动的就是 错误的 风气 所以一个家带错风气 家会垮 一个国的国君带错风气啊 国就垮 所以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啊 一国新让啊 一人贪力啊 一国是 一国是 作乱啊 所以一个国君 假如很贪 钱财啊 到最后的下场 很可能是跟人民 发生 冲突 所以古代 奏网啊 奏网啊 打击 其实在 奏网那个时代 有没有 贤臣 辅佐 有啊 当代很多贤臣 都是很有学问的 那其中有一位叫 姬子 这个姬子啊 看到 一个动作 他马上想 商朝 可能 保不住了 才看一个动作 所以 古代读书人啊 都可以 见为 之处啊 看到一些 细微之处啊 就可以联想到 往后会有 很不好的影响 因为他看到啊 这个奏网 送达基 一只 象牙 做的筷子 诸位朋友 为什么看到一只 象牙的筷子 就可以断定 这个商朝要往啊 我们会说 有这个严重吗 我们细细来 推敲一下 当达基 拿着 象牙的筷子 请问他要用 什么酒杯啊 可能是犀牛 玉杯啊 当 配着犀牛 玉杯 请问拿什么盘子 可能是 金子 银子 打造出来的 盘子 那用金子 银子 打造出来的盘子 会不会成的是 豆腐青菜啊 会不会啊 一定是什么 山珍 海味 成的是山珍 海味 你会不会穿一个T恤衫 在那里吃山珍海味 会穿什么 零楼 绸缎 好 穿着零楼绸缎 吃着山珍海味 会不会住小木屋啊 会住什么 豪华的 宫殿 这些都要 钱啊 从哪里来 对人民 不断的压榨 名子名高啊 到最后人民一定会 起额啊 跟他对抗 所以一人贪力啊 一国 就作乱 所以你看古代这些贤者啊 确确实实 很有智慧啊 他们懂得啊 可以抽丝剥茧 可以看出往后啊 不好的 影响 后来啊 商朝被周五王 推翻了 那古代这些 起义军的君王 事实上也都很仁厚啊 当他把商朝 灭掉了 有没有对商朝的子民 对周王的子孙啊 有没有破坏啊 没有 都会额外啊 再画 一块地方 让他的后代啊 继续在那里生存 因为啊 古代的君王 重视的是 王天下的胸怀 应该以仁德 福人 打仗 是破步 得以 所以周朝啊 因为有这样的胸襟 也很快赢得 天下人的 归顺 好 所以当为人父母 所好 是名 是利 那对一个家庭 那也是很大 很不好的影响 世间人说啊 人生的目标啊 就是在求 富贵 那到底什么是富贵啊 什么是富 人啊 忙忙碌碌一生 就是要享受富贵 他到底有没有享受 真富贵 现在人的人生啊 都被误导 我们去看市面上那些书籍啊 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成功啊 很多书 如何赚进生命的 第一个五百万 第一个一千万 这些书都畅销 怎么把夫妻关系处好 孩子教育好 都不比他畅销 所以人的专注点都在钱 好像觉得一有钱啊 人生就好 殊不知啊 欲望一打开啊 见不到底啊 所谓欲事 深渊啊 所以很多人觉得有钱叫富 其实越有钱啊 越担心钱会变小 越有钱啊 看到别人比我还有钱 他又觉得 比方说看到别人 有五千万 他才一千万 他又觉得很穷 等自己有五千万的 又看到别人有一亿 他又觉得自己很穷 所以这样的人 有没有富啊 没有啊 所以富真正的意思 知足啊 者富 知足才能 常乐 那当他不知足 再有钱 他也会觉得很匮乏 很匮乏 我曾经啊 接触一些企业家 他们说啊 企业家假如没有闻圣贤的教诲啊 这一生真的是穷的啊 只剩下 钱而已 当人生有钱 而没智慧啊 钱可能是什么 祸 患 当有钱 外面有那么多挥霍 那么多诱惑 可能就因为钱 开始糟蹋 自己的人生啊 所以曾经啊 有研究出来 大企业家有几种下场 第一种下场啊 叫劳心劳力 每天很工作 努力啊 工作超过八个小时 超过十个小时 但是正值中年啊 突然发现 自己得了什么 癌症 生了重病 努力了一二十年 到头来 什么也带不走 这个叫劳心劳力 他躺在医院 心里快不快活 不快活 我这么大笔财产 不知道会 到哪个男人的手里 因为他的太太还很年轻 所以他想 我赚了大半辈子 到时候来 我都花不到 他的内心会怎么样 垂胸 顿足 这个结果好不好 不好 但是 现在有很多人 确确实实 是往这里在冲 所以我常说啊 人生是忙啊 忙 忙啊 那三个忙 第一个是忙碌 这个是会议制 左边一个心 右边一个亡 代表心怎么样 死了 都不能够去感受父母 感受身旁妻儿的需要 每天就是忙的不得了 忙久了 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眼睛看不到 所有自己的本分是忘了 只知道赚钱 等走到中年以后啊 奇怪了 太太怎么跟我连话都说不上 孩子也跟我不能沟通 那我这么拼命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怎么到头来是这个下场 所以他会觉得人生 很茫然 到底我在干什么 这个是忙忙忙 很多家长啊 忙到啊 自己孩子几年级都不知道 陈龙有一次啊 去接 刚好他有空 那一天没有戏党 跑去学校 等他儿子出来 很高兴 等了半天呢 儿子都没出来 突然遇到他儿子的老师 走出来说 你儿子都上初中了 你还来小学等 所以啊 我们要回想 人生的努力 真正的目的在哪 不是玩金钱游戏啊 那已经不是你当初 努力的 真正目的了 当初努力的真正目的 不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吗 所以我们要谨记自己的目标 不要走到半途啊 不知道方向啊 但是这个确实不容易哦 因为现在社会啊 攀比的现象怎么样 太多了 人家的衣服 比我们穿的贵 人家的车子 比我们开的名牌 自己的心就怎么样 受影响了 好 所以这个 不要走啊 忙忙忙 这是第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个情况 企业家第二个情况啊 叫 铃铛入狱 铃铛入狱 因为在赚钱的过程 常常挺而啊 走险 触犯了 国法 所以我记得 那时候刚从 北京 搭飞机 回来啊 在飞机上看到一个 俄罗斯的首富 还很年轻哦 看起来也差不多四十岁左右而已 现在已经是 变成了阶下球 已经关起来了 所以人生啊 绝对不能够 贪婪 应该啊 诚信 去经营事业 老老实实 去付出 相信啊 会有很好的 回报 当然 要让孩子往后啊 不要挺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 从小要教他 物虽小 物失常 教他连结 游手 这个才是根本 第三种 这企业家 也赚了一些钱 但是啊 把身体啊 搞坏了 常常很多的应酬 身体都坏了 当一个人中晚年身体不好 他那个福想得了吗 可能一辈子后半生啊 都要跟药物啊 为伍 这样也不是好的人生 最后 比较成就的 成功的企业家 就是能够 事业跟家庭 兼顾 这是最 完美的 我有一个长者啊 他姓卢 我都叫他 卢叔叔 他在企业界啊 也相当有成就 曾经还做过 亚马哈的总裁 底下员工有八万人 相当成功的企业家 但是他做事啊 很有原则 他就提到 只要是 礼拜天中午啊 他一定是陪 太太跟妻子 妻儿 太太跟 孩子啊 一起吃饭 当他坚持这么做 带给妻子跟 子女的 感受是什么 温暖 我的爸爸 我的先生 非常在乎家庭 所以那个家庭的 凝聚力啊 就特别好 所以在这一天 所有的应酬啊 他都会把它推掉 所以其实 当我们认知到 家庭重要 你自然而然啊 就会积极 去做 事在 人为 绝对不要找借口说 人在江湖 生不由己 只要你有所坚持 你的这些亲 朋友啊 自然会随着你的原则 去调整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先 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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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